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還有很多 一起來參與我們這堂課程的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想今天我們非常難得 在我們的通識紀念講座 我們邀請到知名的作家李昂 那我想在場應該有很多寫好文學的朋友 那對李昂應該不陌生 那李昂他是出生在我們彰化的鹿港 一個非常有文化的一個小鎮 那他的出生在一個書鄉家庭 所以他們家裡有非常濃厚的文學的氣息 那幾個姐妹當中也有文學家 在我們的上學期也邀請到李昂的姐姐 施淑青老師 來這邊跟我們一起分享他的創作經驗 那李昂他其實 他從初中的時候 14歲開始就寫第一部的小說 就開始寫小說 然後16歲的時候 他的第一部《處女作》正式發表 而且也榮獲爾亞的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講 那之後他一直不斷的在創作 那大學的時候他讀了文化的哲學系 後來畢業以後就到美國 二六剛大學去讀戲劇的碩士 所以整個經歷非常的完整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還是不斷不斷的在創作 那很多的文學評論家 其實對李昂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comment 那因為李昂的作品 其實他可以說是我們台灣戰後文學 就是文壇裡頭非常傑出 也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一位文學的創作者 那因為他非常的勇於去挑戰一些社會的議題 特別是在社會制約底下的一些情愛或者性的問題 那大家大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1983他榮獲聯合報的中篇小說 首講的那件作品《殺夫》 那就是用一個社會的事件 就是一個富人殺夫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事件所描寫的小說 那裡頭呈現了包括暴力還有性的議題 那我常常叫說李昂其實他是先知 他可以非常敏銳的感受到一些社會的現象跟社會的問題 就在現在我們只要在台灣的媒體打開來 其實這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可是在當時那個年代也因為這樣子的議題 其實他遭受到很大的討論 引起這個文壇上很大的一些討論 那可是他還是非常的勇於去創作 那他在整個在文學上的成就其實非常的豐富 那也獲得非常非常多的獎 那當然非常多的文學獎 包括賴和的文學獎 然後在2004年也獲得法國文化部頒給的一個 法國藝術與文學的勳章 那個最高的榮譽 那另外我想在前一陣子 大家也在媒體上看到 日本東京大學的中文教授 跟中文的系主任滕景行山 他寫的這個台灣文學這100年裡頭 這本書裡面他就推薦 他說台灣的100年來的這些文學作家裡頭 他覺得最偉大的就是李昂 那他自己說他第一次讀李昂的作品 他就非常非常受到感動 那感動的原因就是因為 李昂非常的勇於去描述這個人性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親自邀請他 來到我們交代來跟我們所有的青年朋友們 一起來分享他一直非常關注的議題 全球話與愛情 那我相信應該可以提供給大家 應該可以非常吸引大家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他的演講 我想得到了一些啟發 那我們現在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李昂老師 這邊還有一個麥克風 結果我多拿了一個 主任老師還有各位同學好 我看了你們的那個整個的這一個演講的題目 發現說好像我講的是一個看起來最輕鬆的話題 因為其他的都是看起來很學術的樣子 只有我的演講題目裡面還出現愛情 我覺得很好玩 不過呢 為什麼會選擇這麼樣表面上看起來很輕鬆的題目的理由呢 是我最近覺得有一點被你們在座的這種年輕同學打敗 理由很簡單 我的最近最大的嗜好是在做我的所謂的流浪的住校作家 也就是說 只要是有邀請我就趕快跑去 那我的第一個住校作家呢 是這個 跑到香港的嶺南大學去 啊那個 接下來呢 我跑到中興大學去 然後接著現在在台南大學 你知道台南大學就在台南市 就在延平郡王池 如果有南部的同學一定知道旁邊 所以呢 除了這個學校很有意思 它真的是個小而美的學校之外呢 喔 那個台南的美食真是好吃到不得了 告訴各位同學一個簡單的評鑑 一個地方有沒有美食的 一個很好的經驗 其實看它有沒有好吃的早餐 很重要 喔 只有台南人到現在還保留什麼 喔 早上可以吃給你吃那種 沙漠魚的那個粥 魚肚粥 還有要不然就有那種什麼 很特別的早餐 因為通常現在的早餐都非常簡單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 你們早餐吃什麼 啊對不對 連燒餅油條現在都沒有了 了不起吃一個什麼 對啊 麵包啊 要不然就是什麼 要不然就吃一個那種什麼三明治 加上一杯那種叫 可能來自於什麼美額梅啦 什麼之類的這種奶茶啦 或者是那個咖啡這樣 所以那個早餐真的是評鑑一個地方 有沒有美食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只有全台灣大概現在只有台南 還維持那麼多樣性的早餐 OK 所以當然去做得很快樂囉對不對 然後呢 接著我去中正大學 他就離開了這一些都市 然後跑到了一個遙遠的怎麼樣 哇 嘉義的民雄的山上 喔那個很恐怖 因為那個學校呢 離眾多的群眾很遠這樣子 好 然後呢本來我明年的春天 應該到那個美國的那個 加州的大學的當中的有一個 去當駐校作家 可是我自己排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可能要往後推延這樣 好 因此呢我最近有很多機會跟 像你們在做的這樣子的同學講話 真的覺得被打敗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怎麼被打敗 我在那個台南大學有一個講題 叫做小說與愛情 然後呢我就覺得 哇這題目已經夠軟性了吧 講愛情 然後我想同學應該很有興致吧 喔我就講了很多的文學中的愛情 那當然也講到實際生活的愛情 可是呢重點當然 因為是文學也愛情嘛 我就舉了 其實很普通的例子 你知道我舉什麼例子嗎 舉《紅樓夢》 在座的同學沒有一個看過 你們還不要笑喔 你們有把《紅樓夢》看完嗎 絕對沒有嘛 我不能說沒有看過 我應該說沒有看完 也不太在乎 他有沒有讀過《紅樓夢》 好 然後我講羅密歐與茱莉葉 也基本上 不太有同學 去看那個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莉葉 然後我真的被打敗的最後 這個叫做《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 我講的口莫橫輝 自己覺得講了一個很棒的演講 結果呢 那個同學最後舉手起來問 那個女同學 說啊 我們現在都很愛看那種網路的愛情小說 然後就舉了幾個人的名字 我不好意思講 好像我在攻擊人家一樣 等於是舉了幾個網路的寫少的名字 然後問我說 我的看法如何 哇 我真的是 當時真的是臉都綠了 為什麼 我就只好實話實說 我說 我們今天來談的 在課堂上談的 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講的是一個具有普世的文學價值的東西 而且你想 《羅密歐與茱莉葉》跟《紅樓夢》 這個都是經典中的又經典這樣子 那我們拿來分析 啊 同時當然我也講了一個希臘悲劇 那個不知道的 倒是比較情有可原 講那個米蒂亞的那個悲劇 因為那個跟愛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樣 結果呢 同學問我的是網路的這樣的愛情故事 然後 後來我才知道 對像你們這樣的同學吧 聽說你們都不太買書的 聽說現在我在出書的時候 出版商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大學生是幾乎不買書的啦 所以不要管他們看什麼啦 可是 不是這樣是吧 然後呢 當然不是說你們不買教科書 你們不買這一些小說啊什麼之類的啦 然後呢 再告訴我說 嗯 要不然他們就買像九把刀這樣的書 對不對 是啦 我們真的是不同的世代啦 所以呢當然網路 後來我只好跟同學講 我說這些網路文學 當然值得一讀 因為他充份的表現出來 現在的一個文學的狀況 可是呢 除了讀這些 �ers 傳送完 我相信將來要流傳下來的可能也不多吧 在網路文學之外呢 我們還是希望 你能夠 對這些經典的文學作品 可以有一點怎麼樣 可以有一點點的這個 给他稍稍了解一下也不错啦 所以我彻底的被打败之后 我就开始改变我的演讲的方向 也就是说为了不要让我们之间觉得 我本来基本上不觉得 我是那种跟学生有代沟的 因为我自己在文化大学教到一两年前 我到那个红海海边 为了学摩西去摸海水 看海水红海会不会分开 摔了一跤之后我才没有教书 然后呢 我也绝对不是红南那一国说 你们上课不能吃东西的 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的那种抽烟的老师 那个时候大家对很多年前 对那个香烟还没有觉得是需要进的东西 所以我的老师在课堂上跟我的同学 互抽这样吞岩吞云吐物 更不用讲说吃东西 所以后来我看到王健壮 有一篇文章在中国时报 他说红南女士因为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法官父亲 他觉得红南女士像被盆栽一样 修剪得非常整齐的 所以对于现代的同学当然会觉得 怎么看怎么不太顺眼的样子 那我也自己觉得我不是红南女士那一国的 可是居然我的学生我讲了半天 我讲了口沫很灰而且讲得很高兴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很好的演讲 同学问的是完全跟我的演讲一点不搭嘎 而且显然对我那个伟大的演讲提到的那些伟大的作品都没有什么感觉 问的是一个网络文学 而且是那一种你知道老实说我也看过那一类的东西 实在写的不怎么样 不要讲他的文学价值 我想连普通的至少在我这样的人的眼中连好读都没有这样子 然后后来真的觉得被打败这样子 可见代沟还是有的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学的训练的背景 然后呢我们的对文学的感觉可能落差很大 因此呢 今天要讲的呢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讲罗密欧引珠丽业 也不会跟你讲米蒂亚 也不会跟你讲红楼梦 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具体而实在的 跟同学马上真的要碰到的就是全球化 那么全球化当然可以做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来讲 如果在座有那种专门的专家 或者是搞经济的 因为这个全球化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么他们有很深入的讲法 可是呢 我选择了一个希望同学也会觉得好听的 就是怎么样 从爱情来讲全球化 所以呢 虽然可能各位刚刚吃饱 可是我相信让你们听到睡觉 基本上大概问题不大 那么我们呢 也会留一些 你看我讲话速度很快 那个听得懂吗 我讲话因为我讲话速度这么快 OK 不会说因为麦克风啊 或者回音啊什么效果就听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会留适当的时间 给同学问问题 那你问的当然可以非常广泛 那我是一个小说作家 可是我看各位同学看过小说的 大概也不多啦 我在1997年的时候 写了一个小说谈到政治跟性的问题 叫北港香炉仁仁差 有没有人还有一点印象 哦 我看是老师们点头的机会比较多 同学好像不太多 这样子 好吧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还是欢迎同学问文学的问题 满得我后来觉得说 好像这个作家越来越被重视 然后同学越来越不看 实在也有一点可怜 这样子 好 在讲全球化之前呢 我先要讲一个故事 而这故事好听到不行 然后呢 同学听了之后 谨记在心 绝对不能犯这样的过错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科技新贵 在一个美商公司工作 一年大概有五六百万薪水 还不要讲说那种红利啊什么种种 那这个科技新贵呢 对美女啊 非常有这种obsession 就是迷恋这样子 所以呢 她一定要一个美丽的太太 好 那我就把我的 所有的美丽的女朋友 都给她介绍给她 这样 可是呢 基本上 在开始的时候 她都觉得我那些女朋友不够美丽 她的形容词是什么呀 要主播 那 我想到主播就想到什么 侯佩晨咯 对不对 那 好吧 我就觉得说 其实做太太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实在的 而不是那种 舞台上光鲜亮丽 那种智玲姐姐 我不是说智玲姐姐就做不好 那个 太太 而是 那一类的女生 你想 她虽然年薪五六百万 可是怎么养得活吗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啊 人家白冰冰最近买一个包包 六百七十万台币 那我这个科技新贵朋友也要 总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对不对 所以我给她介绍 到了差不多三四十个 都没有成功 她嫌人家不够漂亮 然后这当中有那种身家清白 还家里很不错的小姐 然后呢 这个科技新贵都觉得 那个 好吧 后来我才弄懂她真的要主播 那主播我也认得啊 我就给她介绍了几个主播 好啦 风水轮流转 这些主播看不上我这个科技新贵朋友 其实这个人长得人模人样的这样 然后年薪嘛 虽然不多 可是有个四五百万 其实也差强人意了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们怕出来连个工作 连四五万块都找不到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呢 我们这位 这位 我就轮到我的主播 女生朋友 看不上这个男生了 好吧 结果就拖延下来 有一天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生朋友 我不要讲她名字好了 就给我们这个科技新贵呢 介绍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呢 在一个国际的名品的公司上班 名品就像什么 LV咯 Prada咯 Gucci咯 这些女生都很希望有一个什么 包包的这样的公司啦 好 然后呢 这女生果然长得很漂亮 而且呢 年纪各方面都很不错 然后也想定下来 好 两个就约会了几次 那我这个科技新贵朋友呢 虽然是一个学电脑的男生 可是呢 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爸爸觉得说 一个基础的人文教育是需要的 那他有一个 爸爸的那个亲戚 是那个 是一个画家 所以也从小被送去 这一个亲戚画家那里学画 爸爸也教他听古典音乐 种种 因为这个父亲觉得说 你阅读的是科学 那么 越要对人文的部分呢 也有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这位科技新贵朋友 为什么 我还肯帮他介绍三四十个女朋友 他一定有一些 让我觉得至少可以跟他对话 可以跟他聊天 而不是语言乏味那一国的嘛 对不对 好 可见他的爸爸是对的 给他这样人文素养 才会让我给他介绍三四十个女朋友 好 然后呢 就有一天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 那个新认识的在这个 在我们假设好了 在LV 那个国际公司工作的 这个女生呢 就问说 比如说 这个以下的乐团 是我举例的 圣彼得宝爱乐交响乐团呢 要来台北的国家剧院呢 要来有演出 然后呢 他就问这个女孩子 这个漂亮女孩 在精品店工作 哇 他那个对精品的了解 我真的非常佩服 你知道那个精品 是个很大的学问 他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什么物化 什么东西 他里面的学问 其实是很大的这样 我们也不敢随便看清人家 可是他就跟这个精品小姐呢 就问说 圣彼得宝爱乐交响乐团要来呢 然后呢 你要不要去听啊 我们去听音乐会好不好 这个女孩说好 结果这个科技新贵呢 就两张票花了什么 一万多块钱 因为那个坐前面牌的位置呢 都很贵嘛 OK 就开着他的宾室车呢 两个人就穿得美美的呢 OK 就到了那个国家剧院 台北的国家剧院 结果呢 坐下来的时候 哦 赫兰发现 他们的前面一排的 正前方的地方 就坐着张忠摩 跟他太太 然后这个科技新贵朋友 当然很高兴啦 你看 我就坐在科技 我们就坐在科技 伟大的这个张忠摩的 这个后面嘛 对不对 他就跟他的 这个约会的这个金品小姐说 你看 前面坐的就是张忠摩 那个女孩子问他 张忠摩是谁 有厉害吧 我虽然是个作家 号称搞文学的 我至少知道张忠摩是谁 这个女生不是什么外星人 也不是什么移民来的 她是台湾怎么样 土生土长的 只不过是怎么样 曾经到国外短期的去游学那国的 她问张忠摩是谁 那我这个科技新贵的朋友想说 哦 反正精品小姐 大概对这种电脑啊什么东西 没什么兴趣嘛 好 也就不宜有她 就音乐会呢 听了一半 你知道都有一个中场休息 对不对 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这位精品小姐呢 就跟我这个朋友说 对不起啦 她想回家了 我这个朋友说 啊 我们不是讲好 要来听音乐会的吗 你是不舒服啦 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啦 就赶快非常关心的问 你知道 那个男生通常这样啦 如果已经结婚了 或者追到手的时候 他大概会看他一眼说 好啦 我不要讲太难听的话 我本来要讲说 你痛死了也不干我的事啦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她就 哇 赶快嘘航问完啊 结果呢 我们这位精品小姐呢 说 没有啊 我没有不舒服 我也没有什么事啊 可是呢 我要回家看 徐乃琳的一个麻将节目 叫做自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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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拍摄 因为我真的不看那个节目的 然后 所以我真的连名字都记不得 一个什么 而且呢 很亲爱的同学 跟你们讲一个更恐怖的事情 这个麻将节目呢 不是只有当时怎么样 晚上播 明天那还要播两次的 你知道现在的 因为景气不好 没有广告 所以那个电视公司很贼 他们都录一套节目 然后播三次给你看 所以呢 这个精品小姐 即便晚上没有看到 她隔天 还有机会再看两次的 可她一定要回家看 那我这个科技朋友说 那个可是 你不是 是你要来听我才去买票的啊 然后这位小姐说 可是我不知道说 要听那么久啊 然后呢 后来搞了半天 注意听哦 以下很重要哦 前面可以是开玩笑 后面很重要 我们这位LV小姐呢 不知道什么是古典音乐 你还不要笑哦 你知道什么是古典音乐吗 有去听过 现场听过古典音乐的 请举手 哇不错嘛 你们学校很有水准啊 OK 然后呢 唱片至少 听过古典音乐的 跟就是知道古典音乐 是什么的 请举手 OK 你看 果真是很多人嘛 对不对 刚刚有超过一半的人 没有举手 真的不知道古典音乐是什么 可是呢 哦 我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个也是 真的是压垮我的那个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 这样 可见要压垮一根骆驼 还是要很多稻草的 这样子 我当时真的愣住 我说 那么这个精品小姐 以为你要带她去听的是什么 我这个科技新贵朋友想想 她从来不太有幽默感的 那次居然难得有幽默感 她说 她大概想 大概像沙拉布莱曼那一类的 比较难听的吧 因为沙拉布莱曼毕竟没有那么 那种 那个 那个pop跟那个 那个什么 那种 这么好听这样子 好 结果呢 后来 那个女生大概 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反应 也有一点觉得自己显然 好像 要回家看徐乃琳的麻将节目 好像有一点那个 后来呢 就勉强的 很辛苦的 做了 然后呢 把那场音乐会听完 最后两个人当然就怎么样了 当然就催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因此呢 以下是我小姐的结论 有一个人名字跟我很相近 叫做李什么 李敖没错 他是个男生 常常 以前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 我以为李昂是个男生 我说 你一定把我误会做李敖了 他们才想试试试这样 哇 这里面有什么 柠檬 所以啊 有酸的味道 OK 李敖呢 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女朋友 叫胡音梦 后来变成太太 很短的时间就离婚 我们时间不多 因为已经 那个 我要给他讲快一点 就说 李敖呢 当时的时候呢 很爱取笑 这位胡音梦女士 其实是一个 真的非常有内容的 这一种演员 那个 李敖用的一个 很难听的形容词 叫文化美容 也就是取笑说 我的那个年代 我那个LKK的年代 那女生呢 你知道 琼瑶女士 她写的那一些 哇 浪漫到不得了的爱情故事 那种 女主角一定 一双大眼睛 萌萌萌萌这样 然后到电影院 连位置都不会找的 那一国的这样子 然后呢 那些女生 在校园里走的时候 请问一下 她的标准配备会是什么 除了一头飘逸的长发 一件怎么样 长长的裙子 那个风吹会 把头发给吹起来的 她手中一定抱着什么 书 没错 绝对不是一个LV的皮包 对不对 好 那书一定是什么书 原文书 那么 以前李敖最爱笑的就说 女生 尤其是大学女生 那么 根本不要读书 可是呢 抱个两本原文书 来当成是什么 文化美容 也就是说 她根本没什么内容 可是用文化来 怎么样 来美容 也对 我们的爸妈妈 送我们去 学钢琴 去跳芭蕾舞 小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我们 在我那个年代 这样的话 找婆家的话 把我嫁掉的话 比较好嫁 因为人家会觉得 怎么样 看起来家教不错 还会有一点 什么 文化气息这样 好 李敖骂人家文化美容 没有错 可是 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 到了你们这一代 在座 坐在台下的 我看你们觉得 文化美容都怎么样 都不屑啦 那么了不起吗 五点音乐是什么 罗密尔 罗密尔 朱丽业是什么 红楼梦是什么 管他去死 对不对 越来越有这样的状况 因此呢 今天告诉各位 一个 第一个要件 我等一下一定还会跟 爱情回来扯在一起的 你放心 第一个要件 就是如果万一你去听一个 古典音乐 然后呢 你要找一个借口的时候 请你找一个什么 好一点的 至少有一点 尊重 当场的那个圣彼得宝 爱乐交响乐团的 你可以说我肚子痛啦 或者是我妈妈怎么样 突然传来一个简讯说 她身体不舒服 要我回家带她看医生啦 诸如此类的 怎么样子 我都觉得比你要回去 看一个什么 徐乃琳的麻将电视节目 我想怎么样 好一点的借口吧 我觉得那个女孩子 基本上 不尊重的 除了现场的圣彼得宝 爱乐交响乐团之外 因为这种音乐会 给人家听到一半走人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即便在中场休息时间 之外呢 我觉得她真的是 对整个的什么样 整个的文化的不尊重 可是呢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的朋友也反对 他们说 我就不喜欢古典音乐嘛 那我干嘛去gay先说 坐在那里一定非得把它听完 听起来也对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觉得对这种文化的基本的 不管是拿来文化美容 或者是一个基本的尊重的态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人的什么 教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要基本上被认为 我不像红蓝说你们不能够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可是我反而比较要求 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大学生 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 我希望 在我们台湾这么偏差的教育里面呢 你至少还有一点什么样 一点点就好 文化的什么样 修养 或者是文化的美容 或者是当然最好的 如果你有一个文化方面的 不管是嗜好或者兴趣的话 我相信在你的人生的路途当中呢 你也会觉得 在你痛苦失恋的时候 或者是说 在你人生碰到挫折的时候 你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怎么样 可以安慰你 好 这是我们先讲的第一个事情 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到我的全球化 跟爱情的关系 那你放心 我等一下讲的那个故事 会回来跟全球化 跟爱情有关的 为什么会对全球化这个议题呢 觉得是这么样深刻的 应该让同学 及早在大学的时候 就思考到的问题呢 当然我想 我也不像龙英台 这么样的指责 他很爱骂台湾的学生说 台湾的学生非常没有国际观 有没有 这是我们 我觉得有时候被骂 我自己还会觉得心里 很替学生不平的 因为天下最没有国际观的 你觉得是哪一个国家吗 美国人 那个美国人支持自己 现在最近比较不敢了 支持自己大国 而且支持自己怎么样 经济力那么好 然后呢 支持他们是怎么样子 是那个世界的龙头 他们才真的没有国际观呢 他们才是真正的会把 台人跟台湾搞不清楚的人 可是我们从来很少去 听到有人去骂 骂美国人说 你们这么没有国际观 很多的美国人 一辈子可能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走出美国 可是他们不需要被骂 那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容易我们的学生 就要被骂 没有国际观呢 除了他也是真的 可是至少 我不觉得有那么严重 我们怎么说 都是一个海岛 而这种海岛的一个 那个形态上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受到外面 很多的什么样 影响跟冲击的 你知道那个 基本上我们可能分成 那种海岛文化 跟怎么样 跟大陆文化 大陆文化代表的就是一个 比较什么样 比较封闭的 因为它大嘛 对不对 而且呢 它跟外面的接触的 什么样 不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海岛其实是一个 不断的会受到什么 外在的 不断的影响来的 何况台湾本身 你看我们历经了 多少不同的殖民统治 对不对 从我们讲荷兰 那些英国人 然后到了什么 到了清朝 对不对 马上又换了谁 日本人 日本人国民党政府又来 前阵子又民进党执政了什么 八年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跟中国的关系 一直怎么样 藕断失联 在那里 修缠不清 所以说我们的学生 没有国际观 我想部分实在是对的 可是比起那一些 自觉样样大国的那一些人 我们的学生真的这么没有国际观吗 我其实还是比较 不这样子觉得的 我前阵子写了一个小说呢 叫做七世姻缘之台湾中国情人 为了写这个小说呢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每一年呢 都去中国去很多趟 然后呢 再去找寻材料 因为我想要用现在的台湾的眼光 来写什么样 现在的中国大陆 可是呢 我一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立刻就被称作什么 台包 他们只是不要叫我什么样 台八子 有没有那很难听 对不对 或者待包 这真的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常常被叫的名字 就叫待包 然后不管你是所谓的本省人或外省人 你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都变什么呀 你都变台包 因为你真的跟他们很不一样 好 然后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想办法去各方面的接触 那当然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哪里呢 是那个台商 因为我们现在就说 松散的来算的话 有几百万的台商 在中国的各地流窜 为什么说流窜呢 因为他们生意越做越不好做 最后就只好怎么样 跑来跑去 就像我在做流浪的住校作家 那么这个流窜的台商呢 也真的是一个现象 所以呢 我就透过台商去接触了很多的什么样 很多跟大陆有关的东西 有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碰到有一个做房地产的台商 然后呢 他有一个高杆 是一个什么样 中国大陆的那一种重点大学 而且是那种什么样 排名很前面的重点大学 他们的所谓的重点大学 就是这些北大清华啦 复旦啦 什么这样的学校 排名很前面的大学哦 有个女孩子三十来岁 告诉我说 在那个几年前的时候哦 他告诉我 他已经有好几百万人民币的 什么样的存款 不是存款 对不起 存款好像都是现金的资产 哦 我听了当然对他数而起敬 因为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 在中国有好几百万的什么样子人民币 那个至少是怎么样 几千万的台币的什么样的资产 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了不起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谈 结果呢 这个女孩子非常有意思 他说他不是因为我会跟这个大陆的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这个女生认得的 是因为那个台商的关系 对不对 我就说我问了第一个问题 他看过我的小说 这一位这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看过我的小说一个女孩 我就说 那个你替台商工作感觉如何 结果呢 我们这一位大陆女同志呢 怎么回答 她说我不是替台商工作 我当时愣了一下 我说可是你老板我认得 她真的是台商 她从台湾来 她资金什么都是台商 这个女孩子怎么跟我讲呢 这个女同志怎么跟我讲 她说 她呢 那个 虽然在你们台湾出生 可是后来到美国读书 拿的是美国的护照 所以呢 现在来到大陆的话 工作的话呢 我是替一个美国人工作 对我是替一个外商工作 好 我后来想想说 对 拿美国护照当然比较了不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台湾人一下就变不是台商咯 就变成是什么美商咯 好吧 那你要凹他是美商 我也没有话说这样 后来我们就谈 谈起来 这个女孩子跟我怎么讲 一个大概三十来岁的一个 那个 他们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怎么跟我讲呢 她说 我们中国现在这么强大 我们什么都有 你说呢 从沙漠到高山 到大河 到大海 我们都有 你要海滩的话 我们南部的那个海南岛的海滩 然后你要河流的话 我们的长江黄河 然后你要山的话 我们的喜马拉雅山 然后呢 那个 你要沙漠的话 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说所以呢 他觉得他在中国大陆玩的话 就可以把世界的风貌全部都看尽 所以他不需要出国去玩 跟我这样子讲 当然是因为我 问题都是我问的 因为我对他非常好奇 然后他呢 因为看过我的小说 号称是我的读者 他很仰慕我 所以呢 我就跟他老板要了两个小时 就不断问这个年轻的大陆的学生的问题 这样子 不是学生啊 就说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问题 然后呢 他居然跟我这样子讲 实在到我后来的时候 我忍不住就笑出来了 我说没错 大陆是大山大水 什么都有 有长江黄河 有喜马拉雅山 有海南岛的海边 有青岛的海边 什么都有这样子 可是我说 我刚刚从南极回来 我想大陆没有南极吧 后来那个学生才怎么样 才闭嘴 OK 如果也有像 我刚刚讲的那种美国人 他们是真的太冷 台湾分不清楚的 然后呢 如果也像中国大陆 现在的这样的年轻的一代 觉得他们中国 现在这么伟大 大国崛起 他们什么都有的话 然后他出国也不用出去玩 因为他们大山大海 什么大水都有的话 OK 那么比较起来 我们台湾的同学至少可爱一点 你敢跟我讲说 我们台湾玉山也很高啊 对不对 我们玩到那个什么海啊 我们呢 我们有闽南客家 有原住民文化 还有什么文化 他说我们根本不用出国去玩啊 我想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 对不对 所以相较起来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我们可能还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同意龙英台的 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观的确需要加强 可是呢 我觉得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真的是 然后呢 接着就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 我在中心大学呢 当我的这个流浪的住校作家的时候呢 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大事的女孩子来跟我 因为我设了一个导师时间 就是那种office hour 不能讲导师啦 讲错 就是老师的时间 就是office hour 那同学有问题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一个礼拜会有六个小时在我的办公室 同学就可以来怎么样 跟助教sign in 就是填他们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排来跟我谈话这样 来了一个女孩子 女孩长得很好看 然后呢 那个态度什么都非常好 同时呢 中心大学的 那个不是文学院的学生 读一个蛮 好像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生化或什么之类这样的科系 对一个女孩子 然后各方面的谈吐都很不差 而且 那个大概因为家里的关系 从他读大学以来 他就不断的跟那种国际间的组织 就是会让大学生像peace court 这样子的东西 有没有 让同学可以跑去 比如说 去那个金山脚 去帮助那里的农民 如果不要种鸦片的话 那么可以种什么 种香草 来提炼什么 那种价值很高的农作物香草之类的 就可以去 或者去非洲去做什么 这种就参加这种国际间的这种学生的组织 所以算是一个视野很有 绝对不是被荣应来骂的那种没有国际观的学生 英文讲的还基本上很OK 以他的在台湾长大 然后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培养出来非常优秀的同学 然后尤其跟我相谈圣欢 因为那个女孩子也总有一些什么感情 有的没有的问题 会来跟我 我总老他那么多嘛 对不对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 跟他的老师或者他的妈妈不好其次的问题 他就会跟我讲 所以那个学期我们一直混得很快乐 有一天呢 他非常忧心忡忡的来跟我讲 他说老师啊 我觉得呢 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现在觉得自己 他即将要毕业 他已经大事了 他即将要毕业 他说他觉得自己呢 不只跟中国大陆的那一种前十名的大学 就是我刚讲的北大清华复旦 他说他不只觉得跟他们比不上 他连中国的二线的什么样的大学 他都觉得什么样 以后跟他们竞争起来的时候呢 恐怕会相当的吃力 那我就 我当时听了真的心里一惊 我说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说因为 我不是说这个同学 会参加那种国际组织 所以他也会有机会碰到什么样 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一些 真的是一线的这种 重点大学的学生这样 他说我跟他们哪个交道 知道他们的可以有的地方的出色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努力不够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女同学 我说那可是你为什么觉得你连二线的大学 你都觉得不容易跟人家比 他说我们没有他们的那种积极进取 跟那种什么样 使命的要去求成功的那样的精神 我听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也只好点头 我说没错 我们的学生以我过去为了写那个 七四音源自台湾中国情人 我跑了中国 我一年有的时候可以跑十来趟 跑了好多年的这样的经验里面呢 真的 我们的同学 可能不失败在别的地方 失败在什么 我们真的没有那种拼命三郎 要去怎么样 想进千万百计要到美国去读书 我有一个职儿 他老爸跟他把那个到美国留学的费用 全部都好几年都 都弄好了在他的银行账号里面 我那个职儿不要去美国读书 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我的哥 我的嫂嫂从他幼稚园的时候 不断带着他在全世界旅行 你懂我意思 就是那种很好命的小朋友 小朋友的时候 爸妈就带着跟他的 那个妈妈全世界跑了很多地方 所以世界对他来讲怎么样 完全没有吸引力 有一年的时候 他考上那个台大的研究所 我说 哦这么难考 你还考上恭喜 我带你到巴黎去玩一趟好不好 这个小子呢 冷冷的说 我出山的时候就去巴黎去了两次了 我后来只好闭嘴 然后呢他对到美国 我跟他讲不对 你到美国读书跟你去旅游是两回事 因为那个去读书 你会真的住下来 然后你会真的跟美国社会有接触 跟你那种走马看花 跟你妈妈参加团 即便是多昂贵的团 你也看不到美国的 或者国外的世界的真实的面向 我的这个职儿呢 他就是不要出去 就是不要出去 我们不能够了解 可是你想 那些中国大陆的学生 怎么样的去考工费 怎么样的挤破头 去拿奖学金 就是为了给自己 什么样一个将来 比较好的出入跟可能 后来果真呢 不久之后 也不是不久啦 就有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看到台湾报纸 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他们说 我们的同学如果输的话 会输在哪里 我们没有他们这样的急迫的 要成功的这样的什么样的决心 好 那么 可是呢 我当时怎么来安慰这一位 我很喜欢这个女同学 因为我不要她 因此就真的觉得 我们这么世事不如人 对不对 我就跟她谈到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跟她讲 我说富裕的台湾的40年 我们培养出像你这样子的学生 不再急急迎迎移植 有求什么样 求名利 而你看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就愿意做这么多的 志工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也培养你 训练你 有这样的世界观 来自己来谦虚的检讨自己 然后呢 我当然讲了很多 包括台湾 我们有的华人世界里面 告诉各位同学 在整个华人世界 就讲华语的 我们不要讲中文好了 因为在马来西亚 至少有五六百万以上的 马裔的华人 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华语 而且可以用华语来写 做写得很好 这里面有出了很多好的作家在台湾 那所以我们用一个 华人这样子的 跟华语来通称 中国的十三亿 台湾的什么 两千三百万 香港的什么样 香港的人 对不对 新加坡的人 还有什么样 还有的就是 中南半岛的这一些什么样 这些华裔的人 还有更不用讲 全世界在欧洲美国 在所有很多的地方 都有的华裔的人士 我们如果全部都用华人来 累归的话 那么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寒卦很大的一个人口 我告诉这个学生说 我们台湾 虽然这个民主真的还走得磕磕碰碰的 里里落落这样 可是真的 我们有华人世界第一次达到的这样子的民主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那种人践踏人 然后为了什么样 为了成功不惜踩着别人 不管别人死活往上爬的这样子 我就告诉了他 而且我说 你要竞争的也许不是跟 不必然要跟怎么样 不必然要跟那些中国大陆的怎么样 的那个 那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来竞争 你如果 把范围更扩大的时候 你可能要比的是什么样 台湾如果可能 在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之下 训练出来你的创造性 跟你的什么样 你的比较 没有那么狭窄的 这一种什么样的视野 跟看待事物的角度 我说这些呢 都是你以后 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里面呢 会怎么样子 会是一个比较好 跟人家评比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利基 那个学生呢 我知道他没有被我说服 因为我想他在参加这些国际组织 而真的跟那些北大清华的学生 比的那个挫折感 可能真的让他觉得怎么样 真的让他觉得自己满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 那个 他读中心也不算太坏的学校嘛 对不对 为什么觉得好像 跟人家真的没有办法比 这样子 好 这就是我今天呢 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架构 而这个全球化 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最近不是那个杜拜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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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亏了800 有说800亿 有说500亿 有说600亿美金 对不对 然后要宣告破产 然后那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杜拜 在 他那个 阿拉伯大公国里面有七个国家 不能讲七个国家 就七个公国 这样子来组成了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而呢 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阿布达比 如果肯出手相救的话 大概杜拜就能度过危机 那么这个 杜拜的这个 领导者 这个囚 原来是个囚长 他的跟这个阿布达比的关系 两个是兄弟 表兄弟或堂兄弟之类 有亲戚关系的 所以阿布达比要不要出手相救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用杜拜来讲一个什么样 来讲一个全球化 而且来讲一个什么样 我所看到的一个什么样 全球化 怎么样子在 各位同学如果肯张开眼睛来看的话 你也会看到全球化 在你的生活的周遭 会用什么方式来运转 这个就要话说从头 有两年一两年前的时候 一年多以前的时候 我那个 OK简单的讲 我的最近的非常大的一个兴致 是去看这些什么 回教国家 特别是911之后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一个 宾拉登的缘故 而使得什么样 你看美国出兵 你看那个伊拉克 那个哈山已经被什么 被铲除了 对不对 他被 受到那个 审判 然后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伊拉克继续在打仗 同时现在呢 那个 欧巴马 要再出兵3万 要去怎么样 要去阿富汗 这个去打这些怎么样 这些伊斯兰教国家呢 一直以来 让我很好奇说 他们是什么一个样子的 然后 我们当然也看到 前阵子伊朗 不断的被怎么样 被污名化 也就是怎么样 美国一直说 他拥有很多的核武 对不对 然后 要去怎么样 要联合国去收他咯 要去干嘛干嘛 做了很大的动作 所以呢 我最近几年的旅行的重点 大概从911之后呢 我的旅行的重点 大概基本上都放在什么样 逮到各种机会 我去这些什么 伊斯兰教的国家 果真也去了不少个 然后要是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机会 而且趁现在他还没有很贵的时候 而我们去拿到 签证都不难的状况 如果你要做自助旅行的话 除了那一些很舒服的 那个欧洲 东欧例外 因为东欧你还是小心 你开车啊 车窗被打破 整个车子都被偷走 这个还是可能的 可是如果是西欧的话 我想基本上非常安全 对不对 可是就是贵 哦 那个给他实在是超级昂贵 那个欧元 我常常换到47块左右 这样 所以我们去吃一餐饭 一个人要吃掉好几万块台币 去吃那个 我最近最拿手的 就到巴黎啊 去吃那些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你们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好 可是那个不在今天的全球化 我们先讲这个严肃的问题 好 那么 其实呢 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 如果各位同学 有兴致去做一个自住的旅行的时候 趁他们还没有跪起来 然后我告诉各位 那里的治安 当然你不要太夸张 去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否则那里的治安通常很好 为什么 因为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面 小偷还是被砍掉什么手的 先砍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先砍 因为是右手去偷东西的 大概左配子不多吧 所以真的是砍手的 然后呢 如果你们男生跑去那里 没事干 看到路上走着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 全身穿着黑色的那种 有没有那种伊斯兰教的女人穿着那种罩袍 然后你就觉得说 Free country嘛 对不对 自由国度 就去跟人家搭讪的话 后面走着的很可能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丈夫 或者是他的什么 兄长 然后怎么样 然后你接着一定会被抓到监狱里面去 那你会被判多少年呢 老实说我们不敢跟你保证 然后你说 我只是跟他问个路啊 只是跟他搭讪一下 对不起 对一个结婚的伊斯兰教的女人 在很多的伊斯兰教的国家 这个的话 仍然会被认为是一个什么 很挑衅的做法 然后再跟各位讲一个更恐怖的 我花了很多的功夫 终于去成了沙烏地阿拉伯 考你们一下 好 沙烏地阿拉伯 有两个很重要的圣城是什么 麦加跟什么 跟麦蒂娜 对不对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他很多石油嘛 他根本不要观光客 他不给观光护照的 尤其是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 所有身份证上未婚的女性 不管像我这么老的 未婚的女性呢 都不能够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 除非我有一个什么 非常正当的理由 我是一个医生 我非得要开什么研讨会要去 否则拿不到签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些外面 这些女人嘛 又不戴面纱 然后光着这个大腿走来走去这样子 我们常常穿短裤嘛 尤其旅行的时候 然后呢 你们这些女人又没有结婚 一定是来我们国家什么 尬派人的孩子大岁 教坏我们的什么孩子大小这样 有一次我讲给余美人听 余美人从头到尾看了一眼 看了我一眼这样 她说 连你这种年龄 没有结婚的女人 也可以去他们那里做什么坏事吗 我就只好哈哈大笑啦 我说他们大概觉得 我们没有结婚就很大的罪恶啦这样子 好总之呢 我后来很努力的跟了一个团队 才终于呢 去了沙奥地阿拉伯 因为她根本不希望有观光客去 尤其是女人 尤其是像我这种身份证上 没有盖一个结婚这样子的女人 可是我去之前呢 我刚刚读到这样的一个报道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跟着四个还五个男生 在一部车子的后车厢 被这四五个男生 同时间轮抱 这是一个沙奥地阿拉伯的妇女 年轻的女士 然后呢被轮抱 结果呢 法院判这一个女人呢 要被鞭打两百下 你知道那个鞭子真的打 那两百下打下来 我看她大概没命了 被鞭打两百下 而且要怎么样 要抓去关 可是这四五个强奸的人怎么样 不只没罪 而且觉得根本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判刑呢 严重到国际舆论怎么样 花然 因为觉得实在太夸张了 她被强奸 对不对 然后居然还被鞭打两百下 而且不晓得还要被关多少年这样 所以国际舆论花然 就对这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沙奥地阿拉伯的 那个统治的这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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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的 OK 的 国 的统治者呢 就希望她能够怎么样 就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判刑 结果呢 法官怎么解释呢 法官一致言词的 一致言词的站出来说 这个女人 自己行为不减 所以呢 打她两百鞭子 没有把她处死刑 已经是对她极端的什么 宽宏大量 她说 她明明 是一个女人 居然让自己 自身于四五个 这个女人没有结婚 四五个陌生的男人当中 本身就是极端的行为不减 所以当然是这个女人要被惩罚的 这是他们的法律 为什么 理由非常简单 后来才发现怎么样 原来这个女人自己也不是这么 这个年轻女孩子也不是这么轻忽说 就胆敢跟这四五个男人在一部车子里面 而是当中有一个是她的什么样 堂兄弟 所以等于是她基本上有一个堂兄弟在现场 可是他们仍然怎么样 仍然轮抱她 而且法院还判这个女人要被打什么 两百个鞭刑 而且还说怎么样 不把她处食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刑罚是通常都是怎么样 在一个大的广场 大家可以拿石头 就当场把这个女人给怎么样 给砸死的这样 真的是这样子 就像我说的小偷砍手 而那个女人就是怎么样 就可以被打死的 所以他们的法律已经觉得说 我们判的已经非常的公道了 可是后来那个国际舆论 当然你知道 有各式各样子的这种救援团体 包括那个著名的 以前也来台湾 救了很多的政治的异议分子的 那个Amnesty International 那个国际特色组织 还有很多的这种人权 各方面的团体 一再声援 最后这个女人才怎么样 才好像只打她 不晓得十几 就没有把她打死 也打了好几十遍 然后呢 把她关起来 不算太长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可是呢 因此我说在那里旅行 你只要守住人家的戒律的话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同学如果想看一个不同的世界 跟你一向知道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话 我建议可以的话 因为你花不要太多钱的话 可以到这些国家去自助旅行 比较开放的有什么国家呢 像越旦 越旦就是有一个什么地方的 那个地方 有没有看过以前那个 那个美国那个 哈里逊福特 有没有 他不是演过一个电影叫 法规骑兵吗 或者对你们来讲也太KK了 总之那个也是经典的冒险店 很好看嘛 对不对 法规骑兵的系列里面 有一集呢 他们到了一个叫玫瑰之城 那个地方就是在 他整个那个 要走一个叫蛇道 要走个几公里的那种 蜿蜒在那个 真的哦 旁边都是那种很高的巨石 然后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路口 你才走 找得到那个蛇道的路口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 弯弯严严走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 前面霍兰开廊 在一片粉红色的 很大的山壁上 雕了一个非常大的神殿 漂亮到不行 那个如果你们以后 有看到哈里逊福特的 这一些电影的时候呢 留意一下 那个就是约旦 当时呢 我很年轻的时候 一直梦想着 就是要去那个地方 后来果真去城之后 还是觉得非常感动 约旦是一个什么样 比较容易去的地方 而且自由 而且不会要求怎么样 要求那么严格的 这些伊斯兰教的 那个怎么讲 的这一种 那个 嗯 嗯 庆贵教律 这样 可是男生去那里 绝对不要随便 你要问路的话 一定问男人 不要随便去搭讪 任何女人 你的下场可能最后就被 那个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你实在太过分 不只可以怎么样 把你抓起来关 他可以立刻把你 处一种急刑 就是形容给各位听 吓各位一下 他们阿拉伯大弯刀非常有名 有没有 那种很快很利的那种 以前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同小朋友很爱看天方夜谭 哇那种大弯刀 然后呢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把你压到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呢 就是普通他们执行 这种砍头的地方 然后呢 也不用怎么样 也不用断头台也什么 就叫你跪下来 跪下来的时候 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样 会冒水出来的 像喷泉这样的地方 然后那个筷子手呢 拿着这个阿拉伯大弯刀呢 二话不说 一生下来 就可以砍到你的什么样 脖子跟怎么样 跟颈椎接触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空隙 据说是怎么样 不晓得第几节的什么 那个如果在座有那种跟 OK对医学对什么 比较了解 也许等一下可以告诉我们 总之脖子这里 有一个地方呢 那个筷子手 非常准确的 一砍下来的时候 这个头就立刻怎么样 就断掉 然后呢 我还问了一个 很愚蠢的问题 我说头断下来 会不会滚很远 他们说不会 那我说那些血怎么办 那个 我不是刚刚讲 地下会有那个喷泉冒出来吗 那个喷泉冒出来的时候呢 就怎么样 就把那个血给怎么样 立刻给洗净了 然后这个人头 跟这个人的身体怎么办呢 救护车就把他带走了 这样子 大概 交回给你的家属吧 所以呢 也可以处于这样的急行 可是 像这样的急行的地方呢 最严格的管控的地方 现在大概只有 很少的地方 像沙兔地阿拉伯 那么可是不要去那种地方 还有伊朗 被美国这样的污名化 可是呢 他们其实是我去过的这么多的 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 最怎么样 最和气的一个 而且呢 伊朗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考一下你们的 国际的这个 那个 我看是回答不出来 伊朗曾经在多年前 在河美尼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呢 是一个叫巴勒维的政权 而这个巴勒维呢 是一个浪荡公子 当年曾经出入法国的那一些高级的社交场合 所以呢 在那个阶段里面呢 在河美尼还没有把伊朗的政教合一之前呢 这个巴勒维的政府其实是一个非常西化的政府 所以如果你现在到伊朗旅行的时候 你会碰到什么东西呢 你会碰到很多的小朋友来跟你讲说 Speak English 然后你说 Oh yes 然后呢 他就说 Let's practice English 这样子 然后那种 你的小朋友 大学生都跟你讲英文 然后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非常的好奇 因为虽然巴勒维已经怎么样 已经 就说他的影响力已经是维 可是怎么样 那个伊朗基本上还是跟外面的接触不是很多 所以呢 去这些国家呢 就是不要跟女人随便搭讪 不可以去怎么样 不可以去挑衅人家的这一些禁忌 那么他仍然可以用很便宜的钱 可以去做蜘蛛旅行的 总比去日本贵得要死掉 对不对 去西欧 那个47块换离块欧元 我常常一个矿泉水都要好几百块 有时候实在真的也觉得蛮贵的这样子 好 可是呢我今天要借着杜拜呢 这个刚刚就是给你们一个基本上的 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的一个 我来用一个故事来讲 全球化可以到什么程度来 我去的杜拜当然是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那么样子的这个经济萧条 就是这个经济风暴还没有来之前 那个时候整个杜拜像是什么样 像是十几年前的上海一样 到处都是工地 到处都在盖那种什么 超高大楼 然后呢 非常有趣的是 OK 中国自己有很多劳工 所以当年在盖上海北京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功逢其盛 因为他1987年开放 我88年立刻就到了上海去 所以我眼看着上海真的 哇 平地起高楼这样盖起来的 那中国因为劳工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 在当年盖上海跟北京的这些超高的建筑物的时候呢 都是中国的工人 可是在杜拜的话 你真的看到了那个是一个什么样 全世界的梦想家的天堂 我讲的杜拜当然是杜拜还没有什么样 还没有最近还没有 还没有遭受这个金融风暴的财务危机之前 然后呢 我就要回来讲 我在杜拜碰到什么事情 也就是我今天呢 要跟你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 就是全球化 好 那就话说从头 我好不容易去了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然后呢 到了西部的吉达的海边 然后呢 看到了红海 那我也实在是比较嘴巴贱 我就说 哦 我去摸摸红海的海水 看我会不会跟摩西一样 一摸海水 红海就怎么样 就分开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 哦有 有不错 有人点头 简单的讲就是怎么样 摩西带着他的怎么样 他的子民 然后要离开埃及 然后呢 要带他们到神所许诺的一个密语堂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 法老王的追兵紧追在后 而到了红海的海边的时候 前有大海 后有追兵 摩西就跪下来跟他的神祷告 然后呢 他的神应允了他的祷告 就红海就分出怎么样 就分出一条通路 然后摩西带着他的子民穿过红海之后 然后怎么样 海水就怎么样 当然是把后面那个法老王的那个追兵怎么样 把他给怎么样 他们追在后面嘛 那海水合起来的时候 把他们给都淹死了 所以摩西就成功的带着他的子民什么 这个是有名的出埃及记 对不对 好了 我就嘴巴很贱 我就说 哦 我去摸摸海水 看我会不会把红海分开 当然是开玩笑的 结果呢 那个吉达的海边的那个大块的石头 看起来呢 阳光下 哇 很美丽 而且看起来很干 都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清态 也没有什么 我大小姐呢 哇 就给他一时不查 一踩上去的时候 整个人往后跌倒 然后就怎么样 就把肋骨摔到有裂痕啊 然后就摔到我连床上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那当然没有办法走路 好 然后呢 因此我坐了两天飞机 然后坐了轮椅 才回到台湾来的 所以我对整个这个 坐飞机的这个轮椅的旅行 包括台北有什么无障碍的空间 现在非常清楚 我等一下考验一下 你们学校有没有这种无障碍空间这样 那个对一个率伤的人 坐轮椅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就飞到了什么 飞到了杜拜 好 有趣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飞到杜拜的时候呢 因为我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我就要求说我要赶快到旅馆躺下来 因为躺下来的时候至少 不会痛得那么痛这样子 好 结果呢 就怎么样子呢 非常的有趣 我们的 我跟着一个团才能进沙烏地阿拉伯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一个团在沙烏地阿拉伯 接待我们的一个当地的地陪 所谓的地陪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我们的导游之类的 就像你来台湾 不是就会有一个台湾的导游吗 吓我一跳 居然是一个什么呀 中国大陆的女人 那我就问说 你们这么厉害 你们远征跑来杜拜来工作 他说是啊 这里当然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崛起的 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个阶段的杜拜是一个什么 梦想家的天堂 大家都想要来这里套金这样子 结果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女人 到了什么呀 到了杜拜 然后在那里呢 接团 就是接这种需要讲华语的团 当成在地的什么地陪 也就是跟你介绍说 哦那个就是七星的环传放电 一个晚上啊 要五万块台币才住得起 就是OK 做这样的向导这样 好 因此非常有趣的是 我当时立刻的就想到说 如果我们的台湾人没有工作 而我们会想到要来杜拜 来做导游吗 我就问说 喂 你们有没有那种导游 Local的导游 是台湾来的 这个中国女人从温州来 那个差不多有 差不多40岁了这样 她说没有耶 好像没有听到有台湾来的 为什么 我们的工作的触角 跟我们的工作的机会 即便当年杜拜在这么火热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才一年多前嘛 台湾经济其实已经很不好 而且我们很多人失业 对不对 可是好玩的是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会觉得要去杜拜找工作 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个问题 OK 好 接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女人呢 非常好心 那个真的是你 我因为摔伤 因为病痛 所以才会真的觉得人家对你的善意是这么的重要的 这个女人呢 去弄了一个椅子 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行动 然后我在飞机上有轮椅坐 可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坐轮椅的 所以我到了杜拜就没有轮椅了 对不对 她呢可以去怎么样呢 她可以去餐厅搬一张椅子 然后呢 就到了一个公车站牌呢 跑去跟一个看起来像劳工一样的朋友 然后呢 一个人 我坐在椅子上 然后一个人拉着这个椅子的一边 把我抬进去应该去的地方 然后那个路完全不相似的 只是在公车站等的那个人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中东来的 不要忘了我刚已经说 这是一个淘金的天堂 所以所有的中东这里的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们从这个中东的大量的地区的劳工呢 用来杜拜来怎么样 来在各方面讨生活 然后你想 那种陌生人的善意 真的让你非常感动 我们那个女人 只不过这个中国女人 只不过是到一个公车站牌 跟着一个什么样 跟着一个中东来的一个劳工 然后她就真的来帮我抬 抬而且走了差不多有 我看从那边走到这边 这么长的距离 那个抬着我的椅子这样 帮我抬到那个房子里 屋子里面去 因为那很多街楼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更神奇的是呢 就来了这个旅行社的老板 开着一部什么 宾室车 然后呢 她的司机坐在她的后面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 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 可能没有本事 我就是很爱问东问西 而且我老实说 我也蛮观察入围的 我就问这个 有宾室车的老板 我说 他英文讲得非常好 因为在独拜的时候 并不讲阿拉伯文 他的通行的语文是什么 是英文 因为全世界各地来这里讨生活 然后呢 我说 你怎么会让你的司机坐在后面 他说 这里堵车堵到 严重到不得了 然后呢 我如果坐在后面的话 没事干 我会疯了 所以我干脆怎么样 我干脆自己开车 那我说 那你要一个司机干嘛 他说 当然要他 因为如果我下去办事情的时候 这司机可以坐在什么呀 坐在位置上 那警察来的时候 才不会什么 取缔 好 这一个开着宾室车的 旅行社的老板呢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中东男人 你知道那种中东男人 的漂亮 我觉得比白种男人漂亮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肤色比较黑 所以很man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 就是那种我们觉得 好吧 又来讲一个电影的例子 你们一定看过那个穆乃伊 讲那个埃及的穆乃伊的那个电影 叫做什么 神鬼 不是 有没有 就是演那个穆乃伊 后来活起来 那个电影叫什么 神鬼传奇 是吧 OK 里面不是有一个 骑在马上 在保护那个 那个圣殿的那个 脸上有刺青的那个 阿拉伯人吗 对不对 那个中东男人 OK 他们的男人就真的 给你感觉就骑在马上 脸上有刺青 绑着一个头巾 来自一个什么神秘组织 那种很man的感觉 这个男人呢 非常好看 同时呢 他虽然是比较黑的 就是 是中东人 可是他们那个轮廓 还是怎么样 还是很深的那种 像白种人一样的轮廓 对不对 然后眼睛是蓝色的 非常特别 他讲英文嘛 而且是旅行社的老板 那像我这么好奇的人 我当然就跟他聊天 结果发现怎么样 他是一个 加拿大国籍 可是却是伊朗裔的一个什么样 的一个人 在加拿大的 从哪里来 加拿大的哪里来呢 从加拿大的东部的多伦多来的 那我问说 你为什么会到加拿大去 而且拿到加拿大的 居留的公民的身份 他说因为他小朋友的时候 跟着他的爸爸妈妈 大概在那个巴勒维政府垮台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和美尼政府要起来的时候呢 他跟着他的爸爸妈妈 移民到什么样 到加拿大去 就是那种伊朗的 小留学生的意思啦 这样子 那他在多伦多做什么呢 做一个脚的复健科的医生 因为那个复健科分得很细 他做脚部的这样的复健 然后在那里呢 他碰到了一个 来自台湾的 小留学生的女孩子 这个小留学生的台湾女孩子 被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 从小带着移民到加拿大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一个台裔的 怎么样 加拿大公民 跟一个伊朗裔的加拿大公民 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的东部的这个地方呢 两个人认识 然后谈恋爱 然后订婚 然后呢 这位伊朗裔的 加拿大 这个复健科的医生说 我实在不想我以后的人生岁月 就只有在一直帮人家看脚而已 而且多伦多那么冷 因此他想要到一个什么 温暖的地方 刚好 我不是说杜拜那个阶段里面 变成了所有的中东来淘金的地方吗 对不对 刚好呢 他有亲戚呢 有人在杜拜 就问他说要不要过来工作 过来工作呢 后来 因为这位台湾的小姐 还有他的 他的爸爸妈妈本来移民到加拿大 可是后来 像很多台湾妈妈爸爸一样 就怎么样 觉得我公民身份拿到了 还是回来怎么样 住在台北 因此呢 两个人就开了一家什么 旅行社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位伊朗大的加拿大的公民呢 可以有他的什么 从中东来的客源 而我们这一位台湾的小姐 这个未婚妻呢 可以有什么 有台湾啊 有中 而且那时候是打中国方面的这个客源 所以两个就开了一个旅行社 还做得蛮成功的 我告诉你 你以后到杜拜的时候 搞不好帮你安排的 这个local的这个 就是我说的这一对夫妻 好了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神奇 你看社会和其 和其什么 和其大还和其小 也大也小 对不对 我居然 去沙烏地阿拉伯摔伤 然后飞到杜拜做休息 然后碰到了什么 一个台湾来的女孩子 从小移民到加拿大 去嫁给一个伊朗裔的加拿大人 而且还回到杜拜来工作 我就觉得很神奇 好 那我当时也觉得 我一定平常有常常念阿弥陀佛 或者上帝 或者耶稣基督 或者是 那个 穆罕默德 所以呢 就出现了我的这个 Guardian Angel 这个照顾我的 果真呢 那个医生呢 他是个逐步的医师 我不是跟你讲 我去摔到那个 那个 那个腰跟腿这个地方吗 他就说 你呢 我带你去药局 我们去买一些药 然后我帮你重新怎么样 重新做一个治疗这样 那我当然非常感谢啰 结果呢 这个男人呢 就把他的车子 到了一个地方就停下来 就下去买东西 买需要的那些 杀布咯 有的没有的什么 结果等到他上车来的时候呢 他说啊 他在加拿大那么多年 觉得 对这种跌打存伤 他觉得有一个药呢 非常好用 胜过西方的很多的药 我当时呢 想说他这样讲 一定有道理 我就问他 我说 是不是我应该知道的样 他说是 你要不要猜猜看什么 我猜 跟你们一样 很呆的 沙龙帕斯啦 对不对 为什么猜沙龙帕斯 因为我想他有日本的这个 那个部分 可能 日本人比较会行销嘛 对不对 可能 笑到日本 笑到中东 大家都知道 笑到加拿大都知道呢 结果你知道他拿出什么东西来 给各位猜 跟跌打存伤有关的 猜到的话 我们等一下想办法谢谢他 猜猜看 他拿一个什么药出来 蛤 什么 狗皮膏药 不对 黄什么 什么叫黄道义 我都没 我书筋 没有 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蛤 没错 很厉害 户飘万金油 哦 我当时的那个亚裔 一个加拿大的医生 加拿大的医生还是伊朗裔的 然后在杜拜 要帮我怎么样 处理怎么样 我的摔伤 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呀 虎飘万金油 而这个虎飘万金油 你知道在哪里做的吗 香港 对不对 他的正常在香港 可是他的研发者是哪里的人 是在中南半岛的 是哪一个国家 不是泰国 我想想看 是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一个 什么 原来原发的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华侨 然后呢 可是这个斧飘万金油 怎么样 你看 居然是一个加拿大的医生 然后在杜拜帮我怎么样 帮我敷上去的药 我跟你讲 我从来一直 一天到晚在跟人家讲全球话 直到那个时候呢 我才突然之间 觉得全球话 不像我过去讲的 那么样的遥远 它就在我的旅行的 什么样 生活的周边 你看 我的这一个摔伤 牵扯到了多少的 什么样 多少的人跟事 跟用的医疗的药材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全球化的 什么样的缩影 没错 所以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 不要想象那个全球化 是那么高难度的 一个什么 你一辈子都碰不到的事情 我告诉你 如果 我们听从荣应台 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 世界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天 也许不到杜拜 我不知道杜拜的经济 可不可以恢复得起来 他们说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那些阿拉伯大公国的 其他的公国 有的还是非常有钱的 同时那个油价这么高 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会 把财富再恢复的 我不知道是下个杜拜 还是下个哪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同学在台湾 找不到工作 我刚刚出卖一下 我那个小职儿 我不是跟你讲 我那个哥哥读台大的 还读一个非常相当热门的科系 可是他当完兵回来 到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 找不到工作 台大的研究所 就是那个爸爸要他去美国读书 他不肯的 结果在台湾找工作 我就跟我哥哥讲 说我们不要帮他 让他找我找 如果他找不到 他搞不好是真的愿意到美国去读书 然后呢 我告诉你 还台大的研究所 真的 不是说他挑工作 不去做 真的 到现在为止还找不到工作 所以如果 各位同学 将来面临到的 而且我敢跟你保证 台湾的经济 看来要回复到 我那个80年代 在混的时候 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 我看是很难了 真的 那个熔景 大概一去不互回了 然后 然后 我希望你们听龙英台的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更好的国际观 如果你有比较好的 像我今天要企图推销给各位 一个比较全球化的布局的时候 你也许 就会发现 你有的 比较更多的可能性跟出路 不见得怎么样 只有在台湾 不见得只有在什么样 华人世界 然后怎么样 整个世界 有的很大的地方 也许可能都是你的什么样 发展的地方 同时在现在 这个电脑 新的科技 这么样的高度研发的时候 打电话这么便宜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那种有视讯的 可以很好的 跟你女朋友八卦一个晚上都不太要钱的 这样的东西都是可能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非得住在台湾 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开展各位将来的人生呢 其实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视野跟眼界 而怎么样 而可以越早来做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布局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 更好的方式 那么你当然会跟我讲说 我又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然后从小幼稚园的时候就带我出国玩 我到现在都还要打工赚钱 可是我告诉各位 有很多的东西 跟财富不见得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什么样 你的努力与否 一个很有钱的同学 可能每天上电脑种菜 种菜还算不错的好像 对不对 打电动玩具 然后呢 一个打工的同学 如果好好的努力的话 充实自己的话 他以后的可以竞争的机会 绝对不属于那一个什么样 那一个一天到晚在国外 跟他妈妈去旅行的 像我那个小侄儿一样这样子 所以呢 端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跟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布局 而这个布局呢 我希望在你们大学的时候呢 越早开始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你有的那个connection 你有的那个联系呢 使得你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做什么 交换学生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比较认真的去找寻的话 当然呢 如果你太欠金小姐的话 我就不敢建议 可是 如果你也觉得可以磨练一下的话 那一种什么打工 出国打工啊 什么那个的话 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可是会很辛苦 这个先要讲 你偶尔去摘两个草莓啊 玩很好玩 你一天蹲在那里摘草莓 会把你的腰折腾的 断掉这样子 可是呢 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国际之间的这种团体 你可以去哪里找呢 像清府会这样的地方 会给你一些基本的什么information的来源 或者从学校的很多的地方 或者像peace court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去找到来源 然后呢 如果你不是好意勿劳 什么事都不肯去做的话 你也可以出一些劳力 然后去换取你怎么样 可以在你读大学的时候 就张开眼睛 去看一个外面不同的世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一直有一个我觉得不是太好的毛病 就是他们都是那种什么 四体无不动 五骨不分 然后尊门关在书房里面怎么样 读书的 有没有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如此 然后他们最后的下场都是什么 没有考上科举 就什么呀 可学而亡 有没有 这是我们常常在那种 言情小说里面看到的 那么 即便如此呢 都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先觉呢 叫做 那个写死记的是 把死记做出来的是谁 司马前 他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 读万卷书不如什么样 行万里路 真的 相信我这个事情 你从坐在舒服的坐在这个你的客厅的沙发里面 看Discovery Channel 看什么 Lonely Planet 看这一些那个旅游节目 跟你实际上去到达 那个意义跟感觉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读万卷书不如什么样 行万里路 这个绝对是同学以后可以把握的 而 这个把握的方式呢 不是像现在 你知道我们最近做了一个 关于我们台湾国民的这个 那个 调查 他们认为 生活中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没有机会出国旅行 可见大家都对外面的一个世界有着渴望 可是怎么样 可是 问题是 台湾的出国旅行都还在怎么样 跟着一个团 有没有 然后呢 每天换旅馆 然后怎么样 上车 睡觉 下车 尿尿 然后怎么样 有空的话去怎么 买药 买药可能是欧巴桑买的 你们同学去买什么 去买LV的皮包 对不对 到巴黎买 一个台湾五万块的皮包 到巴黎的可能 退完税差不多两万八就买得到 所以呢 每个女生到巴黎都一定要去买一个LV的包这样子 然后呢 过如罗浮宫怎么样 导游问说 有没有人要下去看 表决一下 结果呢 要去看的两三个 大家都不要去看 啊所以呢 那个过罗浮宫门前而不入 这个大概是台湾的旅游团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状况 我要讲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那个行万里路 不是你跟着一个团 然后像白痴一样的跟着去混一圈 回来的话 拍了很多的照片 尤其现在 对不对 你反正一直按嘛 他一个那个卡可以让你 我最近买了一个相机 那个卡可以让我按八千张 而且话数都还很高这样子 按八千张按到你的手指头都要断掉 拍回来很多照片 可是对于那个地方跟那个国家风土民情 你可能怎么样 根本没有什么深入的一个感觉 世界真的在朝向一个全球化发展 我没有骗你 也就是我刚刚用杜拜告诉你的 一个伊朗裔的加拿大人 可以怎么样 跟一个台湾裔的加拿大人 在杜拜那样的地方 开展一个旅行社 而我这样的一个从台湾来的 在沙烏地阿拉伯摔伤的 到了那里 我用到的一个最好的医生认为的一个 让我可以消除我的肿痛的是什么 是虎漂万金油 真的 这是一个全球不断的什么样 不断的人才在怎么样 在交流 不断的物贫在寻回 不断的什么机会 在被创造出来 也不断的消灭一些什么样 没有眼光没有视野的人 这个绝对是各位同学将来 会面临到的一个世界 这个全球化的脚步 这个地球村的行程 虽然因为经济的不景气 这一年有一点迟缓下来 可是经济会好起来 而这个脚步 能来会怎么样 越走越快 然后呢 我的时间有限 我要讲到 我旅行了 我最近的这么多年以来 我有的时候 一年里面有半年到三个月的时间 不在台湾 我找尽各种我能够用到的机会 比如我被邀请出国去开会 然后我的小说在国外翻译出版 我的小说大概是目前台湾的作家 被翻译出版最多国家的 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去打书 去开会去干嘛 的时候呢 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出国去怎么样 去走一走 然后我要告诉各位 我同时有一个很好的利基 来不像那一个中兴大学的 那个可爱的女生 那么惶恐的来告诉我说 她觉得她比中国的一线的 这一些重点大学不能比 连二线的她都觉得比得很吃力 我很有我自己的一个基础 我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我在这么样的不断的旅行当中 然后去找寻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呢 我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位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生在陆港 所以我一定会说我是最低的基础是一个陆港人 然后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台湾人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像我告诉你 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他们觉得我没有人把我当中国人看 他们觉得我是什么 是台胞 我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 真的就这么简单 好那我对统独呢 没什么了不起的兴趣 因为我相信 在可见的时间里面 台湾维持现状 大概还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最好的选项 也是对国际的列强 不管是美国 日本 中国 大概还是会觉得让台湾维持现状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此呢 我是一个陆港人 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往上推的时候 我会非常乐意的说 我是一个华人 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 他们请的中国作家 都是那些莫言啦 什么王安逸啦 然后呢 我被叫出来发言的时候 一定是从台湾来的作家怎么样 李昂 从来没有人在国际间 会叫我是一个中国作家 所以我基本上会觉得怎么样 在这个涵盖的大的 这样的一个散盖下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陆港人 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是一个什么华人 同时我还有一个定位的方式 我是一个亚洲人 然后我们努力看看 我们是不是也可能有一种东西 叫亚洲价值的出现 虽然这个亚洲价值呢 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 当新加坡李光耀用了一堆很棒的学人 想要来提倡这个亚洲价值的时候 其实是不安好心的 他其实那个时候李光耀想要推崇的是新加坡模式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新加坡不自由 可是新加坡可以怎么样 打造了当年华人社会的那样的一个干净 有秩序 而且上轨道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认为这种专制 当然不是完全的专制 就带专制的色彩之下的 一种可以建立起来的亚洲价值呢 他认为是值得推广的 那当然呢 后来这个东西呢 讲不下去了 直到最近中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呢 这个亚洲价值又被认为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讨论的 然后呢 因此当在对抗全球化 地球村这样的快速的变化的时候呢 其实区域性的整合一直在出现 比如说最明显的各位不用 我不用讲你们也都可以同意我的 立刻的一个地区就是什么 欧盟的结合 对不对 欧盟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区域性的结合 对不对 还有的就是什么 伊斯兰教的这一个什么样 大团结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亚洲价值的再度的可能的什么样 被提出 亚洲也在企图要整合 而这个整合是中国最近怎么样 他们非常花功夫 而且非常的什么样 非常的尽心的想要整合亚洲 而来做这个区域性的霸主 然后随着石油越来越贵 那种在中国制造 而销到美国的那个运费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美国自己本土也在形成一个区块的整合 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世界工厂的订单 不再下到什么样 中国去 你最近去买那些名牌的时候 小心 你买一个Burberry的衣服 翻开来 看他在哪里做的 他在墨西哥做的 他在南美洲做的 或者他在哪里做的 都是可能的 所以呢 那个工厂的回归到靠近自己的 越近的地方 美国跟他的什么样 跟北美洲跟南美洲 中美洲 自己也在形成一个什么样 一个经济体 因为油价越来越贵 而运输的成本越高的时候 这个势必 那种廉价的中国制造的话 很可能有一些东西 会被怎么样 会失掉他的机会 而变成什么样 当美国人 那个K马 Woma 能需要大量的 这些便宜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转移到墨西哥 转移到中美洲 南美洲去制造 而那个美洲在怎么样 在形成 真的 这种区域性的整合呢 使得 我刚刚讲的 我是个陆港人 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是一个华人 我绝对不否认 那个我的中国的文化的 背后的这一个 教育的影响 我们都是吃这个奶水 长大的 对不对 我们写的字 也是用华文 对不对 你现在用的这个 好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出口 那两个字就是华文 对不对 我们没有用exit 我们也没有用别的 什么样的那个 好 然后呢 我是一个华人 我是一个亚洲人 在网上推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什么 我是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的一个什么公民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群细渐进的一个位置 我所要避免的是怎么样 是一些政治的偏狭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盲点 而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什么样定位自己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去找寻一个什么样一个自己的出发点 然后我要用一个我当时告诉那个惊慌的这个中兴大学的女学生的一个安慰的可是我觉得实际上也是的话 OK 我今天在台湾台湾有华人世界最怎么样 最民主的一个先进的状况 这个呢给了我作为一个作家很大的利基也就是使得我什么 有充分的旅行 有充分的言论的自由 我可以写任何我要写的小说 老实我真的跟各位讲 我绝对是到目前为止 不管男人或女人 男作家或女作家 我大概有一些小说 里面的色情程度 大概是整个华文文学 从来没有人可以达到的那一个高度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自豪的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来自于台湾 我有这样子的怎么样 从解缘之后到差不多90年代之后 基本上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的时候 台湾就是一个百读不清 什么言论都可以讲的地方 然后这样的地方给了我这样的自由 使得今天我即便在国际间开会 我自己都觉得我可以跟怎么样 全世界的作家平起平坐 然后我们用作品来比较的时候 而不是用国家来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台湾同样可以怎么样 走出一片天空来的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最大的利益 也就是说各位可能觉得自己比不过那些 中国现在的一线的重点大学 比不过北大清华的学生 可是相信你肯努力的话 你其实有比他们优越的什么样 自由 自由 然后呢 这个民主形成的你的 可以触及到很多方面 以及训练你的这样的一个利基呢 替你搭了一个平台 更容易跟这个全球化跟这个地球村能够什么 能够接轨 真的 而站在这样的利基上的话 只要你足够努力 只要你有足够的创意的话 我觉得 你怎么样 未必会失掉你的竞争 怎么爱情都没有讲 没有时间呢 不好意思 好吧 OK 这是呢 我今天呢 所要借助的这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 跟各位同学聊到了一个 你将来绝对绝对是很切身的事情 好吧 那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 这个就是像我这么爱讲话的人 每次都讲到太少的时间 来同学赶快问问题 因为我来你们学校一次很不容易 可能你们也不太高兴下次再看到我这样子 对不对 我现在有这种自知之明 觉得我们真的是 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代沟是真的是最近 就我认为那种经典的普世价值的东西 同学都觉得是什么了不起 好 有没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其实李洋老师的表达方式就跟他的小说一样 其实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 你听他描述他的旅行的经验 我觉得就像看他的小说一样 每一个人物历历在线 那我相信他的旅行的这些经验 未来都会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些灵感跟养分 那李洋老师刚刚在分享过程当中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那这个也是一个身为一个作家 他的与生俱来的一个非常 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非常的敏锐的嗅觉 跟他敏锐的观察力 那其实他很早就看到了 可能未来的世界会往哪个地方发展 那我想我们 特别是我们在场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未来要面对的是 比我们那个世代 我跟李洋老师我们是同一个世代的 都是四年级生 跟我们那个世代没有办法相比 你们会面临一个竞争更剧烈 厮杀更惨烈的一个状况 是要跟全世界的人去竞争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 时代的潮流里头 你去自我定位 然后去累积你的能量 那去开拓你的事业 然后争取你自己的生存机会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觉得那个普世的价值 还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演变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普世的价值 还有我们人生永远要追求的 那个不变的永恒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李昂老师 也许可以请教她 好 来 今天是慕名而来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有印象以来 我听到李昂 我就想到张爱玲 我会把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想要请教说 从一个文学 或是政治的角度 那从你这边如何来看 张爱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她怎么的 她的爱情观跟全球化 然后她有没有在你这个过程 你文学 追求文学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样 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很难得的有人提出跟我相同的看法 因为台湾研究张爱玲的都局限在张爱玲的那个 就是说 她在中国的那个部分的经验 当然跟湖南城 那一段这个生死纠葛的恋爱这样子 然后可是很少人 把张爱玲放在一个国际的视野来看 其实张爱玲的后半生 都在美国度过的 她在香港 然后到美国 其实她们那个年代 我可能同学有人对张爱玲不熟 张爱玲是一个 我们30年代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女作家 那么她的那个主要的居留的地点是上海 那在上海呢 当时其实我告诉你 上海在30年代的时候 她有小巴黎之称 也就是说 那个年代里面呢 虽然战乱 可是呢 因为租界的关系 上海维持了什么样 非常反常的荣景跟先进 你看她会有小巴黎之称 然后张爱玲的父母亲呢 是那种中国的第一批的流洋的人 不是去读书的 而是因为家里有钱 然后就像你们现在 OK 用你们现在的话就是去游学 不必然的要读一个学位回来交代 可是就是去游学 然后她的爸妈妈也是很早年就什么 就离婚了的 所以张爱玲当然就有一个很坎坷的那个 可是她又有非常的绝佳的身世 就是她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儿 也就她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什么样 的女儿 所以这么显赫的家世 那么奇特的历史的时间跟地位 其实我觉得张爱玲还有一个面向 是始终不想要 为什么海峡两岸都不肯去研究到的 就是张爱玲的国际的这个部分 她其实真的 后来她死在那个美国很奇怪的死法 她后来就变成一个很顾僻的老太太 谁都不理这样 然后也因为她有一点钱留下来 版税等等 不用工作 所以她咒服夜出 没有人看过她 连那个大楼的管理员都看不到她 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写作的人 就跑去潜伏在 那个就最早的狗仔 去潜伏在张爱玲的美国的家的门外 然后去看张爱玲没有看到 后来这个女作家还做了一件 当时大家都觉得 啊这样 她去翻张爱玲的垃圾 去翻张爱玲的垃圾 去看她吃什么 看她丢什么东西 这样 大家当年都有一点觉得太过分 后来呢张爱玲怎么样 死在她美国的御守而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哪个时候死的 直到后来 大概尸体发臭或什么 然后那个管理员才打开门 然后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所以这是一个女作家 非常传奇 她的故事用来演了一个电影 就是秦翰跟林青霞演的 叫滚滚红尘 真的你看我们真的有代工 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电影 好吧 总之呢张爱玲对于台湾的作家影响很大 可是呢我不是那种张派的那一个 那个那一派的作家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会提到这样的观点 就是张爱玲跟国际间的关系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可是一直没有人往这方面研究 很奇怪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写了她的那个著名的张爱玲小说 短篇小说集 然后传世经典 最后写的都没有这个好 我个人的觉得 恐怕也是批评家觉得的 所以后来呢 张爱玲在海峡两岸一直有那种 非常超级的文学上的地位 OK 最后一个问题 要不然我们接下来走了 我最近在看阿巴斯的电影 阿巴斯 对 以前就是在报道 有听到那个林怀明 她说她到中东才吓一跳说 那边的人民这么友善 不像我们那时候炸91 炸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刻板印象 对 那个好像恐怖分子 那从阿巴斯的电影里头 也看到怎么伊朗 人民的那种善良 还有那种人性里头 没有那种贪婪 还有那个互助 觉得很想就是多知道 说那个地方 那个老是你的旅行 然后所见所闻 我的比较遗憾的是 阿富汗现在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在打仗 那伊拉克更不用讲 可是呢 我有一次去开一个会的时候 碰到一个伊拉克来的作家 哇 这人简直像那种 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一样 我就围着他一个男作家 问长问短这样子 他后来都觉得说 哇 大概一直没有看过有人啊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奇这样子 我觉得啦 整个的那个中东呢 仍然有很大的不同的区块 像我刚刚说的 比较容易去的伊朗跟那个 那个约旦 那比较贫穷的 有像叙利亚 非常精彩的有哪一个地方呢 我觉得一定一辈子一定要去的 不过同学如果太年轻的话 可以晚一点再去的是什么 耶路撒冷 哇 那个圣城 我告诉你 真的是让你 哇 那种感觉跟那种感应 没有可以说的 就是说如果套一句那种什么磁场啊 或者是说有一种什么灵 或者那个本来就是一个圣地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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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氛围一个什么的话呢 那去中东地区 越路撒冷 尤其是对有年纪一点的 在找寻生命意义的 而不像你们年轻的同学 现在正在找寻的是 生命的什么 享受的 我们老到在找寻生命的意义了 你们现在正在什么 开拓你们的生命的享受 哇 那耶路撒冷是绝对必然要去的 那个真的是圣城 我讲不出来那个气氛 那个真的是 真的那个祠堂会出了这些 宗教的基本的起源 你真的觉得太有道理了 然后我最近去的比较精彩的地方 是这些海湾国家 你们都知道那个 给那个宾拉登最多机会讲话的是一个叫什么的电视台 蛤 半岛 半岛电视台在哪个地方 半岛电视台在哪里 在卡达 我去了卡达 这是个小小的国家 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要求去拜访这一个半岛 那个半岛说不谢谢 然后我们就只好从车子而且不能停 就开着在他旁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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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全看看那个半岛就觉得说 哦 也看到半岛电视台了觉得非常好玩这样子 那海湾国家有海湾国家的什么样 的富裕 因为这里是一个集中的石油的产地 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的是科威特 科威特发生什么事情 年轻的同学们 波斯湾战争 对不对 那个时候怎么样 谁来打他 伊拉克 对不对 那个 为了伊拉克觉得 科威特本来几年前是他们的 然后后来因为怎么样 新的世界的布局 然后西方的这一些帝国主义强权 才把伊拉克给 才把那个科威特给分出去 所以哈山就要再把他给拿回来 后来美国怎么样 去把他给救出来 有没有 我告诉你 我去了伊拉克之后 我有一个感觉 真像台湾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必得 要跟中国大陆打一个仗的话 我想我们的下场 只会比伊拉克更惨 因为美国还不会来救我们 对不对 然后那个战后 你想离那个战争 已经多少年了 哇 那个伊拉克人民的那一种恐慌 跟那一种 谨慎 跟那一种那个 一直都还存在他们的国家里 他随时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天然膨胀 有没有 小小一个很小的国家 比台湾还小 又有石油 你知道哈山当年要走的时候 放了一把火 把他们那个 一百多口 还是一千多口的油井 我对数字一向很白痴 把他放火烧 所以呢 直到那个战争结束了 十几年之后 有些油井还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 才去把他给扑灭掉 所以呢 那个人民 我去了伊拉克真的觉得说 哇以后台湾如果 为了什么事情 而中国要来打的话 我们大概比伊拉克 比科威特还惨 另外我去了一个国家 我真的相信 人类不应该用战争来解答问题 就是去什么 里巴嫩 里巴嫩是当年我做小朋友的时候呢 我每天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时候 里巴嫩 在打一个什么战争 谁入侵 不记得了 好 给你们一点提示 那个时候呢 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年代的人会发现 那个时候每天 都有在讲什么呢 有一个叫Holiday Inn的旅馆 然后呢 怎么样 那个每天都在那里发生枪战 那个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怎么样 是电子媒体的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CNN的头号的焦点这样 然后呢 我去的时候 已经是离战争之后 30 40年都有了 还有很多的废墟没有重建 最近更惨的是怎么样 他去 好吧 这个我避免用太judgmental 就评断是 总之呢 他跟以色列又闹不愉快 以色列又去轟炸他 所以我后来虽然没有再去 一次黎巴嫩 我也心里想说 再被轟炸一次的黎巴嫩 那个恢复的期间 不晓得多久 最后送给同学的话 不管你相信什么样的政治 可能 全世界 没有任何人 任何理由 可以 要打一场战争 来怎么样 来解决 不管是国土的 石油的 经济的什么问题 因为 那个战争的破坏力 老实说 我从黎巴嫩看到 生平景间 跟科威特 那个都是最难磨寐的印象 好吧 我的时间到了 然后亲爱的同学 如果你们要听我 谈爱情的话 那么下一次吧 我们呢 那个因为今天没有谈到爱情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很会讲爱情 因为我有很多 很精辟的 跌破人家眼镜的看法 好 谢谢 好 我们再用热烈掌声 谢谢李洋老师 他故意留下很多的伏笔 最精彩的 留着下次讲 我们一定会再邀请 李洋老师来 谈爱情 还有谈他爱吃鬼 其实李洋老师 他也是美食专家 那透过他的旅行 其实他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吃的经验 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我们下一个礼拜 12月16号 本来是学校的全校运动会 全校停课 但是因为12月16号 我们原来的课程 就邀请了 故宫博物院的现任的院长 周公新周院长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从古代古人的绘画里头 古代的绘画里头 去谈古人的生活的美学 所以很难得 因为周院长 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们时间没办法改 所以我们下礼拜会照常上课 那请同学尽量能够来 除非你要参加比赛的项目 要不然大家尽量来 非常难得 那我们也邀请现场的一些社会人士 大家也一起共同来参与 刘老师有交代 有来上课的同学会额外加分 下一个礼拜来上课的同学会加分 好 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再度谢谢李洋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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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